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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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合伙人 2013年5月17日 电影《中国合伙人》上映 电影讲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三个年轻人从学生时代相遇 共同创办业培训学校 最后将企业在海外上市的故事 这个剧本的原型是国内 一家叫做新东方的教育机构 剧本原作者是三位合伙人之一的徐晓平 但是男主角的原型 于敏洪却一直都不赞成这部电影的拍摄 我就跟着他说 我绝对不想拍电影 不管是拍新东方还是拍我自己 我肯定不想拍 我生命中很多事情 也是电影绝对拍不出来的 于敏洪的公开反对 没有让电影拍摄中断 而徐晓平的剧本 于敏洪一个字也没有看 他说为了情面 最终出现首颖室 但坚决不走鸿地坦 而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评论 真正的企业的发展 和这个企业合伙人的关系 要是电影中的还要很大 我们三人打架 这个书桌 这些电影中 对于敏洪略在夸张的人生写照 作为北大英文系的毕业生 他曾经申请过三次去美国留学 一再被取钱 以至于新东方办学成功之后 他第一次去美国找他的合伙人士 曾经的北大班长 王强都不敢相信 我说做噩梦都没想到 余敏洪能办学 他始终是办学的这种对象 对吧 老一说老办长 你还像以前那样的讽刺挖苦 他觉得当年你们对他的判断 可能是一个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人 事实是我们班 50个同学 49个都在国外了 只有他一个没出去 这是事实 所以你说用不用判断 全境不用了 这部电影中 余敏洪常以失败者面目出现 总被叫做农民 土鳖 这些词在他的生活中也常常出现 他出生于江苏 江西农家 他说 当年如果经济开放的话 他肯定不会苦哈哈的考大学 而是去打工 争取打个包工头 两次考好失败之后 他考着死机硬背 第三年 终于考进北大英文系 却几乎开不了口说英文 就连普通话 除了余敏洪三个字之外 别人也听不明白 看着外面的天空 人家自言自语说 我杂天哭了两场 就是我昨天哭了两次 在宿舍或者办理讨论 各种各样的思想的时候 我是完全插不上嘴的 大学里面最丑的女生 都收到个情书 那就是我写的 可是没人跟我约会 电影中 其他两个角色 王强是英明洪的班长 担任北大艺术团团长 学校广播站站长 是封名校园的偶像 被很多女生追求 徐小平是团委老师 因为英明洪喜欢写诗 到团委想出诗集 徐浩平答应之后 两个人就此相交 英明洪说 当年跟着两人在一起时 都有浓重的自卑情绪 因为谈什么话题 自己都完全插不上嘴 他大学得非结合 修学的时候 曾经写信于王强 说自己想背诵 莎士比亚十四行的诗集 想请他帮忙借一本 王强没有帮他借书 而是给他回了一封 十几页的信 他说那时候 你给他写信的时候 也是比较导师口吻的 对 因为做班长 你知道他都有那个班长范儿 所以我记得 写了十几页的信 最后的结论是 就是你现在还没达到 读莎士比亚十四行的 这个境界 你必须从基础做起 王强以这样的口吻 给你写信的时候 你会有抵触吗 不会 因为我当时是一种学习心态 我其实很多时候 他这么写信 是因为我想他请教 面对王强的时候 我是会有被压迫感的 原因是因为他的才华 写山露水的地方太多 学习成绩也不错 所以在王强整个大学间 他给我写的信 都是以教育我的口吻写的 就是教育我应该读什么书 应该怎么读 于敏洪在北大 是著名的人有二号 在四年中 宿舍里基本上 是他一个人打水 扫地 从无抱怨 他说 喜欢跟比自己优秀的人 在一起玩 真身瘦小时候 看三国演义 和水浒的影响 最近新歌里面 是不是也喜欢你们 好汉结义在一起 对 为什么跟徐小平 我想发生这么多事情 其实都跟好汉结义的情节 是有关系的 毕业之后 三个人分开了 大部分同学都出了国 徐小平去了加拿大 王强去了美国 读计算机硕士 于敏洪在同学的刺激 和老婆的编册下 开始办英语培训班 为去美国攒钱 那个时候公共英语教育 发展迅猛 他因为私自办学 被执教的北大开除 为了出国 努力了三年之后 后来他索性放弃了 一心一意 为想出国的人 做英语培训 于敏洪很吃苦 有任性 他背诵的英文单词 词汇量在五万以上 所以他编写的 托付考试词汇 红宝书 受到考生推崇 因在书上的名字 越来越响亮 1995年 他第一次出国时 已经可以揣着 大把的现金 去美国和加拿大 拜访老同学 你那时候有没有 一点心里觉得说 我现在在国内 混得还不错 当然了 当然了 这些同学和朋友 我一直认为 他们心中 从本质上来说 是看不起我的 我个人的感觉 他们跟我交往生意 我这个人好 而不是因为我有才华 一个是 当然我们是有友情的 但是还有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 确实想让他们 知道一下 你看我在中国 现在干得不错 你见他当什么状态呢 他那时候 有点爆发户的感觉 穿了一个提加克 可能是江因乡镇企业 产的那样的东西 上面是翻毛 他可能是 想去炫耀一下 对吧 从这穿着衣服 对吧 就看着 我们一看太土了 对吧 简直是无地自容 王强当时已经进入 美国著名的 贝尔传训研究所工作 年薪80万 在美国算是中产 但徐小平 拿到音乐措施之后的三年 在加拿大 一直找不到北 他说 自己除了生两个孩子 什么都没干 我的愤怒都没有 38岁到没有工作 男人没有事业 还有什么魅力呢 我太太说 你考博士吧 结果我们那个音乐系 对吧 要找一个教授 50个博士来申请 哎呀 我想算了 要再多10年 我还不如像 死亡事实的学生一样 绑一枪了结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我在寻找我的方向 宇敏红当时已经千万身家 但他说 过够了夫妻店的日子 惦记得大学里 崇拜了两位好朋友 希望能够一起合伙办学 按照电影里的情节 陈东青和王阳去机场接回 从美国实验室回来的孟小俊 陈东青也敢剃头 电影里这一幕很煽情 但现实是 从机场接到王强的第一面 三个人就面临了一场 极为尴尬 但又极为现实的局面 他和老鱼带了一束花 到首都机场接我 非常兴奋 三个人在机场拥抱完 走到停车场 我一进去坐车 老鱼一急启动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老鱼 我非常感谢你 欢迎我回来 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 现在 我还没做出任何东西 我说有一天 我要超过你了 你还会像今天一样 欢迎我回来吗 这个刹那 小平的描述是非常尴尬 因为他们为了欢迎我 前一天可能都失眠了 对吧 花还捧在我的怀里 我突然说这样一句话 那你为什么 也是冥冥之中 当时我可能有一种 大家既然在一起玩 这个事情一定成大家的 不应该成老于自己的 更不能成为他一家的人 米米红按照 他看三国学来的概念 三分天下 自己做出国英文培训 让徐少平做留学咨询 枉强做口语 互不干涉 各政各的 到了年底 现金拿回家 他们过上了 小时候喜欢的 水浒里兄弟们 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的例子 米米红说 回头来看 这是很多年 他最喜欢的生活 像龙卷风一样赚钱 因为那个时候 正好存在中国人 出国的极高潮时期 我这边就全是我的 那么我老想分一点 给疫苗 但是每到这个时候 我就舍不得 我就没分 但是后来我生意越做越大 到了很多钱的时候 就多到 不肯永远的时候 这个爱宝宇也没有想分为本钱 新东方早期这种大包干的做法 极大刺激了生产力 2000年 新东方排座次 出现了九位副校长职位 二三十岁的百万富翁 能够数出一串名字 不过 冲突也很快发生 从西方留学回来 一切以规则为准的王强 最无法容忍的是 包括宇敏宏在内的 新东方早期管理层 陆续将亲戚移入公司 出现所谓四大家族的家族化趋势 王强要求的改革 必先从宇敏宏开始 因为宇敏宏早年丧富 在最艰难的创业初期 是母亲给了她帮助和依靠 现在企业壮大了 需要让母亲和亲戚走 于妈妈在办公室 骂起儿子不留情面 宇敏宏不得不当众会下 不敢回嘴 但是 王强在这样的原则上 绝不让步 他会帮助宇敏宏 开除犯规的员工 会强迫宇敏宏开会的时候关机 会规定教学区不许抽烟 第一个处罚的 就是宇敏宏的母亲 有人会觉得说 你只是一个被宇敏宏 请回来的客人 然后你回来之后 你就希望把他的母亲请走 这个会不会在情理上 其实我内心是适考 如果短期的痛苦 能够给他获得 更长期的这个 好处的话 如果没人愿意采取这个姿势的 我愿意 你不会觉得这样 很让他没面 如果我公伟给他 反而不是王强了 真实就是这样 在家族制改革 僵持不下的时候 王强为了给宇敏宏施加压力 递交了辞职信 为了表示对王强的支持 许晓平也表示辞职 我本能的知道 王强不会离开 宇敏宏不会让他离开 你想用这个方式给宇敏宏施加一个更大的压力吗 当然 那为什么在两个同样是好朋友之间 你会本能的去取向于王强而不是宇敏宏施 因为我支持王强的那些原则的 对原则的这个倡讨 反家族制当然要反了 对吧 企业的治理的这种 这种程序化 当然要做了 宇敏宏在内心深处 也认为去家族化是正确和重要的 所以他挽留了王强 看上去去除家族制之后 公司应该顺利发展 但真正的麻烦 这时候才来 公司要遵循现代化股分制的管理模式 股权分配倒是很顺利的完成了 宇敏宏作为第一创始人 占股45% 其他两位可占10% 但是这三位教学将 谁也不知道公司应该怎么做 我们没有学过 他不在我们的学业里 也不在中华文明的 这个传统里 整个中国在90年代 刚刚开始 第一次董事会 余敏宏宣布开会 徐小平就怒了 说你不懂怎么开会 余敏宏说 那你说怎么开 徐小平说 我也不知道 两个人吵起来 最后余敏宏拍了一下桌子 摔门而去 徐小平公开说 他的行动方的使命 就是要指导余敏宏 批判余敏宏 改造余敏宏 因为他和王强都认为 在公司 内部权力 必须有监督和制约的精神 所以要长期扮演 余敏宏的唱反调者 他在当时的 不管是会议上 当不当别人的面 他有些话 是会比较难看和尖刻的 对 非常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之邦大佬 任何一个都不会能有那种场合才能忍下去 但是我觉得我特别正常 因为我从小就在忍让中间长大的 我是独子 我妈很爱我 但是因为我干活不好 然后呢 这个中业没写完 骂起我们来 那时候没伤害于力的 骂完以后你不能回嘴 因为你回完嘴 我妈就会一直骂下去 现在你就只能忍着 所以 徐小平他们 我想他们对我发标的时候 我觉得正常了 你们发你的标 完了以后 我干我的活 可是你们都已经上了梁山了呀 对 上梁山没有解决化 那知识分子上来 第二个能力是什么呢 是吵架嘛 这帮人当中 没有一个人懂资本市场 不知道什么是IPO 什么是适应率 更想不明白 应用杠杆原理 一个公司怎么会翻那么多倍 都只是批判不懂建设 大家关起门来 在屋里吵 坐上飞机去外地吵 搬来黑格尔 亚里士多德 吵一个天翻地方 他们也曾经想过 请第三方来做一个判断 国际著名咨询公司来了 旁停两三个月 一事无成 当时咨询公司的人记录说 这里的人很奇怪 一说话就容易哭 一哭起来就容易互相指责 没法自信 像小平那样 对吧 直接告诉主持人 你不应该问这个问题 我告诉你应该怎么问 全是这样 你回头看那个阶段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朋友之间的这种合作 往往会使很多技术问题上升为火药 为很浓的道德 对 我们往往先把人格这个东西带进去了 经常骂老鱼 对吧 你怎么做人做成这样 那为什么骂的都是他呢 因为他是头 他是老大 难道我们骂老三老四吗 对吧 你们不都是分担经营管理的人吗 我这么说吧 其实不是怨气 是期望 骂老鱼骂得最凶的时候 是大家期望最大的时候 那干嘛要拿人品说呢 这个 因为我们没别的技术 可是我们不懂啊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最后发现 人来是老鱼人品问题 对吧 没过多久 这家咨询公司不要钱 悄悄地撤了 因为他说我们做不好这个事情的 因为你们之间太乱了 你们每个人来跟我们讲的时候 都是在讲个人的感情问题 在感情上受挫折了 受欺骗了 最后他们说这个东西没法做 因为你们没有一点现代化 企业的管理的任何尝试 这个发出的很重啊 没有任何尝试 非常重 就是 于敏鸿也知道 他是控股45%的大股东 其实有一种方式 能够更简单地解决 这种管理上的混乱 跟他不愿意去做 其实我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 各位哥们 新东方是我干出来的 完了以后 你们回来也赚了多少钱了 现在新东方 从法律上来说 还是百分之百是我的 你们走人就完了 你有过想说这个话的冲动吗 没有过 就是心里有过 这样的就是觉得 他娘子想当初早知道怎样 不然他们回来就算了 也可以说就是 我的人也应该算是一种策略 原因是因为我知道 我是最后一个稻草 你指什么 就我真话题 就意味着我说出来的话 很决绝的 没有退路的话 他们就散了 你是受不了这个公司散 还是受不了这个朋友散 我觉得两个都受不了 不到最后关头来到 我肯定不会让他散 因为红的家里到现在 还是摆着一排安眠药的瓶子 他长期失眠 在最烦躁的阶段 他没有办法在现实世界里 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他甚至觉得自己体会到了 当年红衣法师 正值盛年的时候 却要斩断一切人士的情愿 出家当和尚的心情 你这个纠结是什么 把朋友们大家都弄回来一起创业 弄到最后弄成那样的地步 后来我说大家既然这样的话 觉得我不行 我落后 我把古城全部分给你们 我一股不要 我走来 他曾经甚至有过 像李树桐那样出家的念头 这你知道吗 他今天恐怕还有 包括我每次以激烈的方式 对抗的时候 我心里另一个人 我知道老于在多么痛苦 我认为友情应该是有承受力的 但会不会都是他在承受 从目标来说 他当然是第一承受人 但是从发飙的人我也不快乐 我玩了 我下去 心梦想不能没有你 我决定了 这么多年 每天都会不想玩了 到最后 这场水不凉山的结议 看似出现了崩盘 2002年到2004年 在王强和徐小平等小股东的要求下 余敏红不再参加董事会和总裁会 每天加着书包去给学生们上课 而王强他们开始轮流当董事长 你自己当的那两个月 我非常痛苦啊 对吧 我天天要管人管这个 这都不是我擅长的东西 对吧 我本来是管老于 对吧 老于倒没管 我管非老于 这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 一年多之后 股东们轮流坐庄 体会完当老大的滋味 没人愿意干了 余敏红又被请了回来 但是他说很清楚 要再回到以往的状态 大家都会将死在原地 有一次在外地 对学生有外人讲座 因为跟余敏红吵架 徐晓平临时发短信 说自己来不了了 余敏红在董事会上说 人家学生不管 出几了底线 要么是我离开董事会 要么徐晓平离开 你们投票决定 我齐全 最后全票通过徐晓平出去 王强也投了 当然投了 徐晓平当然就道歉完了 给每一个人拥抱 说感谢大家 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这种公司转置过程中 剧烈的矛盾 随着余敏红这次爆发 渐渐进入正轨 离开之后的徐晓平 是他心里一直挺难受的 但他在场时拥抱了每一个人 包括余敏红 因为他觉得余敏红 终于学会了用规则来管理公司 当我们在看行动方案发生了辩论 或者别人看到争吵的时候 恰恰是我最有为自豪的事 这就是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价值观 我们在倾其所有贡献的对方 所以当我跟余敏红说 这样不对的时候 我只要为他做贡献 你觉得他理解你吗 当然理解了 否则怎么会有今天呢 对吧 而且我意味着 我爱是我自己了 真的 我觉得这是我做的最酷的事情 我们是建立游戏规则的先去 但是幸运的时候 我们没有成为先例 郁敏红重新执掌行动方之后 解决了内部人员和财务管理问题 为在美国上市扫清的障碍 2006年9月8月 行动方成为第一家海外上市的教育局后 电影中有一段风波 取材于现实 在上市之前 行动方因为曾经使用和销售盗版的考试题目 被美国教育服务中心ETS告上法庭 而在电影中 程东青和他的合伙人认为这件事 起因与美方长期不给中国授权 从而激起了强烈的民族的尊心 因此才下定了上市的决心 从电影来看 好像是被一种民族主义的精神给说服了 觉得说只有在纽交所壮中的时候 我们才能得到世界的尊重 你壮一百次也不会世界尊重你的 你就真正做了一点 就是真正合理合法的 并且是确实是有意义的生意 世界尊重你 也就是说电影里表达的那种 出于民族自尊心去上市的动机 对你来说 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是个世界主义者 新东方好像受到了一种文化霸权主义的压迫 然后呢 没那么严重 再反抗回去 没那么严重 你错就是错了 当时我们也认错了 实际上 后来他们跟新东方打了关事以后 就开始来到中国来做生意 我反对上市 和电影中不同 英明洪说 曾经他和徐小平 王强强力推动上市 上市之后 可以给股东们带来巨额的 数以亿计的财富 不过 到了2006年 当英明洪真正了解 资本市场的运作规则之后 他的心理 打起了推翻肯 别人有利大笔钱以后 可以轻松地把那个钱 拿走就发那个钱 而我所谓的大笔钱 实际上是绑在我身上的所有的锁链 你是跑不掉的 所以在新东方真正数命的 就是我一个人 你的2006年 2006年 你也知道了 那你能停住脚的 停不住了 因为你再停住脚 真的是重盘清理了 那个事 这一切 变异 三个人的兴奋和满足 这成为一个励志电影的兴趣 跟现实远比这个复杂 英明洪在当晚 结束所有的热闹之后 一个人去河边坐着 满心忧虑 教育求稳 资本求快 他必须在两者之间 找到平衡 上市数年来 英明洪曾经多次公开表达 对于张新东方上市的后悔 他说 上市公司需要有每年 20%到30%的收益增长 为了做到这一点 新东方的扩张很快 仅仅去年一年 教学点增加了300多个 而前20年 他增加的点也才400多个 企业扩张带来的问题 没有办法及时妥善解决 上市公司每年 25%到30%的增长的指标 对你来说 因为教育 我一直认为 你稍微想一想 你不可能要求北京大学 每年扩造25%的学生 来证明北京大学是成功的 对不对 你基本上资本市场就这么一个概念 你娶了一个女人 完了这个女人 你还甩不掉 但是你还要必须 每年为他增长25%的收拢 那你的孩子能过得快 而且不是因为你爱他 而是因为你被绑住了 但徐小平在媒体上公开批评于明洪 说他对上市表达后悔 是反动 开倒车 侮辱所有投资人 假如我在新东方 我一定拳打脚踢 OK 一定尽全国的力量 推动新东方 这个竞争变高 但是有可能收购了 现在新东方要倒闭了 也有可能 我们游牛失去了 成为教育活着流的历史机会 OK 让天上的雄鹰 理解地上的蜗牛 怎么爬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蜗牛是不是可以想想 鹰为什么要飞呢 你也可以批顶他 太熟生气 那小平马就会说 So what 有人是不理解这一点的 认为辩论就是混乱 认为这个不同观点 就是分裂 这是这个社会的悲哀 这也是新东方 之所以厚力集权的动力原因所在 不现在是这个文化 我不知道你知道 现在新东方有没有 我跟王强都担忧 他没有 现在曾经被成为新东方 三下马车的三个合伙人 很少共同出现在 公开场合 许小平和王强 离开新东方的管理层 自立门户 成立真格基金 于米红一直认为 在今天许小平和王强的心中 他还是当年那个 随时被指责 被教导的人 甚至一听到王强说 最近读了什么书 还是会感到紧张 会干净补上 不过 有另外一些事情 他一直不知道 许小平说 离开于米红之后 他有两三年的时间 一直过得很黑暗 曾经做过一个梦 梦里急哭了 因为于米红不带他玩了 他也承认 以前骂完于米红 他就回家睡觉 睡不着是老黎的事 现在 自己做老大 失眠的是他 王强也说 离开于米红之后 他也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日子 因为在我心目中 他就是创始人 他就是精神领袖 因为他的综合素质 他超越了我 对吧 像我这个性格 从来没听过这句话 他从来也不需要 听这句话剪掉 不然他觉得 too good 对 真是这样 包括小平我觉得 看你写的剧本 那个像你的那个角色 对像云里红那个角色说 说遇到你这样的老大 是我一生的幸运 这是你的肺腑之言吗 当然 否则我不会在家里偷偷的写出这句话来 对吧 但当面他绝对会 米红 你这个吐别 让他好点有什么不可以呢 不可以 因为他要成为一个领袖 让我说 老爷 我最希望你成为一个菜园培 其实就跟教练一样 对吧 我们永远不是拿奖牌的那个人 当他拿着奖牌的时候 他的压力什么的 当然和奖牌是匹配的 因为我们连摸奖牌的这个机会都没有 对吧 王强说 米红的墙上曾经挂着一副沙漠里的骆驼 那个骆驼就是老爷 不仅神是形是 对吧 就是你看他脸 这一调换都不用穿越 这是你的本性 还是你觉得是一种套牌 我觉得它是我的本性 坦率的说就是 如果我不这么隐忍的话 新东方所有的人都最后都是 都是失败者 隐忍的最后 大家每个人都变成了成功者 有什么不好呢 对不对 但也有人用老奸巨划这样的词来行 应该可以啊 我觉得只要我的老奸巨划不伤害人不就可以吗 最后给在座的朋友去忠告 千万别跟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 许晓平的桌上放了一张照片 当年他们三个人去扬州旅行的时候拍摄的 在于敏洪家里的书桌上 也放着同样的一张 这张照片啊 标志到我们的新东方 吵过 不吵过 爱过 不爱过 欢喜过 愤怒过 那么一个 已经失去的青春的 最好的这个题材 如果我们用一个画面 做这个故事的结尾 你会希望选择哪一种 当我们有一天三个人都痴呆的时候 走在墙顶脚下的时候 周围没有人 我们坐在一个树影婆娑的底下 我们可能彼此 尽管痴呆了 但是觉得对方怎么那么熟悉 原来是前身可能见过的 而且我们一定做过一件什么事 但是就是想不起来 而那个事呢 就一直到生命的终点 你都能有望 痴呆了 你还要追过 我们一定见过 遇见过 走在一起过 而且那个给自己的生命影响太深了 到了痴呆的时候 我们能记起的唯一的事 就是这个以后 我们感谢了三位合伙人 坦诚地说出往事 从当年传统的兄弟结议 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的小农经济状态 到后来利益分配 股份改造 海外上市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 与三十年中发生了太多剧烈的冲突和动荡 就于敏锋所说 一切比电影中更真实 更复杂 更残酷 但情谊也更深远 我们留存下这一份经验 这一份经验 包含着古老中国 从上个世纪 就是年代开始 从农业社会 向工商社会 转型当中 嵌入骨肉和情感里面的经验与代价 我们也祝福三位 希望他们未来 在长城脚下再聚时 永远享有那一份 看似茫然的亲切